的消息 并呼吁公众不要传播不确定的消息 由于Vandaraya轻快铁站附近的铁路轨道出现扭曲 以及桥梁主结构出现裂合的现象 轻快铁站安邦县基于安全理由 今天早上出现掩误状况 两辆带着新车的托克罗里追尾相撞 多辆新车严重受损 新麦威掉到路上 两名罗里司机在车祸中受伤 首相 Dr. Sri Anwar早前严厉谴责 瑞典丹麦极右翼党领导人帕鲁丹 在瑞典焚烧可拦惊行为 后来传出非政府组织在网上号召民众 今天到瑞典驻马大使馆抗议和成交备忘录 而伊党也宣布将举行抗议活动 也就是在从双峰塔为起点 游行至瑞典驻马大使馆 而且已经获得首相的批准 针对此事 首相署澄清所分传的消息是假消息 向允许伊斯兰党青年团今天在周五祈祷之后 在瑞典大使馆抗议的消息 首相署发文澄清 没这回事 首相署表示 透过莫迪卡之声新闻网站疯传的消息是假的 公众受促 不要散播或分享任何不确定或虚假的消息 不确定请勿分享 金马警区主任努德汉表示 警方目前并未接获任何集会主办方的通知 因此 举行有关抗议活动将被视为触犯和平集会法令 民众受处不要参与 根据和平集会法令 举行任何集会都需要提前至少五天通知警方 在去年七月 国有两家子公司遭到苏陆苏丹后裔申请扣押 内阁随后成立特别小组 解决苏陆苏丹后裔索赔问题 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r. Shri Azalina指出 卢森堡地庭在今年1月24号 撤销了自称苏陆苏丹后裔的扣押令 直到我国在苏陆苏丹后裔索赔一事 取得标志性的胜利 Azalina发文告指出 目前被撤销的扣押令 是西班牙仲裁员斯坦帕 指示大马政府向苏陆后裔支付 149亿2000万美元 约625亿令吉的裁决 他说大马一直拒绝承认有关仲裁的合法性 政府已经采取一切可用的法律措施 是斯丹帕的任命以及裁决无效 他指出 五国已经立即向卢森堡地庭申请 以解除扣押的形式获得暂缓 听证会在2022年12月5号 在地庭法官临审 随即撤销了该扣押令 苏陆苏丹后裔在2017年提出诉讼 该诉讼针对1878年的租赁协议 向大马政府进行索赔 去年3月 巴黎仲裁庭最终判定大马在独立之后 继承租赁义务 因此是要向苏陆苏丹后裔 偿还129亿2000万美元 也就是625亿9000万令吉的赔偿 在健康思维基金案中 面对47项贪污 失信和洗黑钱控撞的副首相 Nadoshri Ahmad Zahid 早前已交出护照与法庭保管 作为保释外出的附加条件 昨天 Ahmad Zahid 以为了可以履行公务为由 入禀申请要求永久取回他的护照 这个案件目前在自变阶段 辩方已经传召六名证人 包括Aman Zahid出庭共证 以及本案将会在4月10号 在高庭法官前复审 Aman Zahid也是乡区及直辖区发展部长 兼巴野拿都国会议员 他在宣誓书中表示 这个申请是出于善意 以及仅是为了得到取回护照的许可 让他能够顺利的旅行公务 他说和其他的部长相比 他在旅行职务时面对一些限制 因为护照不由他保管 而他作为副首相 首相已经赋予他委托和重责 以代表首相管理几项国家的行政事务 他指出他必须身在国内 以及赴海外时需要护照在手 以旅行公务 他提到这个申请不具恶意 或侵害任何一方的权利 因为他将信守承诺 给予充分的合作配合 直到案件审结 他也承诺将遵守所有 由法庭所定下的条件 并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在既定的日期出庭审讯 法庭则定于二月三号进行另一轮的案件管理 今天早上由于班德拉雅轻快铁站附近的铁路轨道出现扭曲 以及桥梁主结构出现裂痕的现象 轻快铁安邦县基于安全理由出现延误的状况 当局已经启动接驳巴士服务预案 以接送乘客 今天早上八点在城市轻轨站附近的轨道结构损坏位置 进行了调查 陆路公共交通机构总监达斗阿兹兰 也在今天早上到场现场调查受损的结构 下令展开进一步行动 以处理此事 确保该站附近的公共交通服务 不会受到进一步影响 今天早上 吉隆坡清快铁安邦干县 因为铁路轨道出现扭曲问题 而被证实出现班次延误的情况 导致列车在班达拉亚轻快铁站掉头返回 营运方Rapirio表示 已经提供紧急的接驳巴士 载送受影响的乘客到临近的其他车站 Rapirio今天早上发表文告 指位于班达拉亚轻快铁站附近的铁路轨道 出现扭曲现象 经过调查之后 怀疑是桥梁的主结构 因为附近地区的其他工程 而出现裂痕问题 连发导致 为了安全起见 将暂时关闭位于 Majit Jameek和班达拉亚之前的轨道路段 该公司指出 他们已经派遣职员和安全专家到场勘查 试图鉴定问题的主因 并且寻找修复方案 而这也会导致LRT安邦干线的平均车速降低以避免发生意外 预计将为每趟班次带来九分钟至十八分钟的延误 新发生河流域大道 昨天发生两辆运载新出厂第二国产吊车的托格罗里相撞事故 造成罗里上的多辆轿车损坏 其中一辆麦威轿车更掉到马路上 车会视频在网上流传之后 让许多还在等新车的网民直呼好心痛 庆幸这起事故只是造成两名罗里司机受伤 无大碍 这起车祸在昨天下午一点五十二分 发生在新巴生河流域大道朝南二十一点三公里处 靠近临时路段 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 摩哈曼法克鲁定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 警方在下午二点二十七分 接获有关车祸投报 涉及两辆运载国产轿车的托格罗里 初步调查显示 事发时 罗里从万劳国产轿轿车展示厅出发 前往巴生地区途中 经过车祸地点时 在左车道缓慢行驶 但遭到尾随的另外一辆托格罗里追尾 酿成车祸 两辆罗里都载着多辆各款式的国产轿车 事发时 正前往相同的目的地 两名罗里司机都在车祸中受伤 被救护车送入双溪毛诺医院住址 玻璃市路交局在去年通过五个主要部门 全年征收总额超过一亿两百七十五万四千八百四十令吉的收入 而在全国方面 路交局通过违规罚款所取得收入 为国家贡献至少四十六亿令吉 玻璃市路交局局长 Fatima Toulou 车辆牌照部的征收数额为 九千七百三十四万四千一百七十令吉 其次是驾驶执照部门 数额为两百四十六万七千九百五十六令吉 target kita untuk hasil ni macam di police kita melaksanakan apa yang diarahkan oleh HQ cumanya dari segi method atau kaedahnya macam bila kita dah ada kiosk kita perhebatkan transaksi menggunakan kiosk dan sekarang ni kita pergi kepada yang lebih e lagi kalau boleh kita nak pelanggan menggunakan online sebanyak mungkin lah dan target pada tahun ni macam saya katakan tadi 50% kita targetkan akan menggunakan akan mendaftar sebagai ID portal eID 来其他三个部门 包括执法部门 征收了一百五十五万两千五百三十九令吉 当中 JPJ Mobile 征收超过九十万令吉 自动服务机 则是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二十六令吉 每一个机关都有他们各自的文化 也是一个群体主要的象征 而在新山为了弘扬客家文化 客家公会自创客家民族舞台剧 寄送之光前遇后 待观众穿越百年感受客家相情 该舞台剧注入创新思维和科技 传承中华文化之语 同时也促进相亲的凝聚力 为新山文艺领域掀开新篇章 玩意上的每一道客家特色太阳 都蕴含着客家人一生 每一幕的特别意义 我们现在跟随记者于信盈 一起了解这个美妙的文化 寄送一词 源于15年前柔佛新山客家公会 凭借客家之春夏秋冬为题 自创的一部舞台剧 它取义于客家人对四季的歌颂 以彰显客家人在四季中的生活方式 演绎客家人的春耕夏长秋收东藏 其实我觉得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舞台剧 来展现客家人的民俗 因为我们很难通过正规的教育课程 或者是通过一些讲座会 把这个客家人的民俗 一生的民俗展现出来 所以我希望通过一个舞台剧 把三代人的那些情感 跟他这一生人最重视的 所有的东西扭在一起 把它展现出来 而且我觉得在晚宴上 它会有比较多的人来欣赏 然后传播的那个度也会比较广 该舞台剧受行管令影响 而停办后再次改版 这次的祭送制作更为扎实经验 第一幕 牵牛送嫁 通过客家人的嫁娶 道出客家女性牵牛 来附加帮忙夏天的奉献精神 配合鼓里脱青 过火盆 女方父亲祝福的红伞撒黄酒 新郎母亲新婚之夜 包红鸡蛋的祝福 威威道出客家人上一代的精神面貌 以及下一代的嫁娶热闹 把一些我们华人的特有的民族性的 那个优良传统带出来 然后人们可以通过这个舞台剧 学到更多 学到以前的古人 为什么他这样子来处理婚嫁 他怎么处理他生孩子之后 跟婆家的关系 然后他借着他从小的时候培养那个小孩 他的精神在哪里 那么他最重视的东西在哪里 到他成人之后 如果事业有成为国家为社会奉献之后 他怎么样再回归他的故里 去照顾他相亲 接下来一幕是三招报喜 婚后次年 传出女主人六甲的喜讯 客家妇女就算怀胎 也要协助酿客家娘酒 演绎客家妇女的心情 与家人对未来生命的盼望及憧憬 而三招回娘家报喜 则是客家人的传统 对 从偏导到这个执行 到演员 全部都是新山的 本土的 那么他基本上是三主人 一是舞蹈与舞异 第二是戏剧部分 第三部分是纯舞蹈 然后再配合我们特显的 目景 背景 灯光 音响 音乐 构成一个舞台剧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 本地土产 三招报喜之后 就到情根两毒的环节 已根毒传家的客家人 离不开山林 也离不开教育 看到客家小孩的童真 一幕子不穴 断基柱 更看到了客家母亲的情分 与心痛 十年寒窗 少年终于踏出上京之土 临别时 父亲手指一包泥土 交给少年 并嘱咐他带上家乡的泥土 以激励自己光中药主 中归故里 造福人群 有关的山目分别是千牛送假 三招报喜以及情根两毒 都讲述了客家民俗的生活文化 本台将会在明天的专题报导 带大家一起探索其他的山目 也就是金榜提名 景书宴回和光前遇后 尽情留守 RTM与兴赢专题报道 印尼大师赛消息 大马羽球南丹一哥 李子佳三局不敌对手 只步于16强 而马来西亚世界冠军 谢丁峰与苏伟毅 则在16强赛事中 以2比0复仇中国年轻组合 两尾坑与完场 率先杀入决赛 我国南丹方面 李子佳对战香港的吴家郎 这是两人第三次交手 此前双方各赢一次 第一局在双方激烈的争分下 李子佳以21比16取得开门红 然而次局两人继续纠缠 最终吴家郎以22比20 拿下这局胜利 来到决胜局 但李子佳一直处于下风 最终以13比21落败 无缘晋级八强 而列四号种子的世界第二 苏伟毅与谢定峰 一上场就活力全开 以5比0领先 并以11比8进入间歇 此后 谢苏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但梁王在关键时刻再发力 追成19平 20平 但谢苏在家点赞 把握机会连拿2分 以22比20先胜一局 成功终止交手三连败记录 下一圈 谢苏组合的对手是 中国组合合计庭与周浩东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陈辉进 感谢收看 Salam Malaysia Madani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